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利哥欢迎来到频道 最近有小伙伴问一些关于抢先体验的问题 我之前也出了一个视频来介绍这种方式的优缺点 起初它是用来描述那些接近发布的游戏 当然需要玩家的一些建议 如今有许多抢先体验游戏都在非常早期发布 其中一些甚至最终都没有完成 这个导致许多人对抢先体验有一些不好的印象 但是也有不少让玩家惊喜连连的抢先体验游戏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盘点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 Battlebeat Remastered 暂时没有找到中文名字 这是一款战地游戏 于2023年6月16号发布 由SGD Okidoki Velaskis The Liquid Horse开发 SGD Okidoki发行 目前收获超过76000片的特别好评 这么短的时间获得如此巨大的反响 真的是相当亮眼的成绩 它成功地吸引了那些对战地系列 最新主线作品不满意的玩家 游戏非常出色 虽然没有3A设计游戏的细致画面 但通过快节奏的游戏玩法 和有趣的小队行动来弥补了这一步足 并且开发者还在不断地推出新地图和更新内容 所以3A公司不好好做 就会有其他人来填补空白 The Outlast Trials 中文名为《逃生试炼》 这是一款单人恐怖游戏系列 但为其添加了多人模式的创业 使游戏与众不同 于2023年5月19号上架Steam 由Red Barrows开发而发行 目前收获超过26000片的特别好评 尽管地图数量非常有限 但游戏玩法和精神令人兴奋 玩家间通过沟通和合作解决任务 共同生存下去 恐怖生存主打一个心惊肉跳 《逃生试炼》 《逃生试炼》 中文名为《星河战队灭绝》 《星河战队》一直是科幻民们 非常喜欢的B级电影之一 现在《星河战队灭绝》 让我们能够从游戏的角度 进入这个世界 游戏于2023年5月18号上架Steam 由Offworld Industries开发 发行目前收获超过2万片的特别好评 游戏的基本要素有两点 创建并保护你的机器 同时消灭虫子 即使在抢先体验阶段 这款游戏也非常受欢迎 开发团队中还添加了一些更新 如大军模式 新的地图和敌人也即将推出 这种类型的游戏应该需要IP的授权才行 Sons of Conquest 中文名为《征服之歌》 游戏以相似化的方式 呈现了《英雄无敌3》的精彩玩法 于2020年5月11号上架Steam Lava Portion开发 Coffice Steam Publishing发行 这个发行商是不是有点眼熟 是的 Coffice Steam Publishing也有开发游戏 例如山羊模拟棋和Satisfactory 都出自他家 回到《征服之歌》 游戏中文管理一个王国 探索广告的徒弟 重点是努力成为最优秀的统治者 同时消灭那些阻挡我们的敌人 游戏预计在2023年年底之前 正式发布 并配备一个关卡编辑器 让玩家可以创建自己的关卡 虽然是新瓶装旧旧 但是只要游戏足够 优秀玩家依然会买单 Timberborn 中文名为《海力浮生记》 这是一款带有独特玩法的城市建设游戏 游戏于2021年9月16号上架 Steam由Mechanistry开发和发泄 目前收获超过18000片的好评入超 游戏将玩家带入一个 有海力控制的世界 他们需要建立城市以求生存 与许多城市建设游戏一样 你将面临考验城市管理能力的挑战 6大件垂直建筑 利用核控技术 以及应对焊计等 如果你喜欢策略游戏 可以去尝试一下 游戏在抢先体验间段 已经进行了相当多次的更新 通过游戏角色身份和视角的转换 也可以营造很有趣的体验 Thumbs of the Forest 中文名为森林之子 这是一款生存游戏 于2023年2月24号发布 由End Night Games的LTT开发 New Night发行 目前收获超过12万片的特别好评 作为备受粉丝喜爱的游戏 The Forest的续作 即使在抢先体验阶段 也获得了惊人的评价 优秀的视觉效果和玩法使游戏脱颖而出 虽然目前游戏世界并不是那么完整 但是随着逐渐推出的更新 游戏中的世界已将进一步完善 记得游戏刚出来的时候 也是各种直播视频满天飞 毕竟前走的影响力太大了 V Rising 中文名为业主崛起 这是一款多人生存体验游戏 于2022年5月18号上架Steam 由Stone Lock Studios开发而发行 目前收获超过6万片都特别好评 游戏采用了类似暗黑破坏神的等距视角 玩家控制的是一个吸血鬼 所以你要尽量避开光线 从此之外需要积累资源 建立自己的帝国并与敌人战斗 游戏有很高的自由度 你可以截累村庄 并攻击任何阻挡你的人 看到暗黑破坏神响起暴雪 真的是无畏杂成 你还知道哪些 虽然处于抢先体验阶段 但是品质也非常优秀的游戏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 游戏相关的话题讨论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并且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 我是力哥 我们下次再见